兄弟们出大势脸 2021KBL秋季赛再也结盟到A级超完会了 就在昨天晚上的比赛中 A级以1比4的大比分输给了RW霞 遗憾止步 说实话作为A级的粉丝 我看到这样的结果还是很难接受的 毕竟赛前A级被很多人看好 甚至被誉为最有机会夺冠的队伍之一 只是没想到今后赛第一场就输掉了 为了平息粉丝的路火 作为主教练的月光直接引咎辞职 表示从此以后再无月光教练了 教练能力不行 然后 果腹全责就跟11月10号那条微博一样 以后再也不会有月光教练了 其实我觉得吧 A级被RW霞碾压 问题绝对不知处在教练一个人身上 战到老板 下到选手应该都有责任 相信大家从比赛中应该都能看出来 A级打得像一般散沙 五个人之间根本就没有配合 相反RW霞更像是一个整体 发挥出来的实力也是惊人的 因此A级输给RW霞并不冤枉 有些粉丝表示 A级应该将一落跟出城都换掉 如果A级一直不培养有实力的新人 那这支队伍肯定是走不远的 A级的老板飞飞赛后也发文称 A级明年将会迎来人员调整 一落出城是不是首发还不确定 但猫省机有可能以后上场的机会不多了 对于这样一位曾经的天才中单来说 无疑是非常残酷的 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次A级输给RW霞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A级输给RW霞